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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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知道吗 我就喜欢你这腼腆劲 腼腆说明你质朴 质朴是一种原始的美 这种原始的美已经不多见了 所以我喜欢你 别动 我看看你有几个抖 我我我我我我 别动 我两只手都没抖 十个手指头都是波及 真的吗 真的吗 我不信 我看看 真的呀 怎么一个抖都没有 全是波及 小弟 怪不得你只能站在门口呢 你是穷命 来 你看看我的 我的十个手指全是抖 怎么样 这也不多见吧 穷命的小子 白长了一副好模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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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你 我看你 你看看你 你怎么这么害羞啊 你知道吗 你越害羞我就越喜欢你 别再往后缩了 我不是一只母老虎 不会一口把你吞了的 起来 上那边站着去 不用再退了 你已经退到墙根了 你放心 我不会像只母老虎那样 突然一下子扑过去 距离产生美 你懂吗 这个老女人想干什么 她不会像一只母老虎 似的扑上来吧 如果那样 我就把她打倒在地 然后赶紧逃跑 出去 出去吧 我让你出去 听见没有 你走 那样 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小旭 我已经了解过了 阿姨不是没有家 她有儿子 有儿媳妇 真的 那 那他们在哪儿呢 她那个混蛋儿子 不敢认她娘 显她娘丑 而且没有把有娘的事告诉她老婆 阿姨进城找到她儿子 她儿子和她面对面都不敢喊她一声娘 阿姨就哭着离开了 在路上 差点被李总的车撞倒了 什么 李总看她可怜 就收留了她 你们是这样吗 我说的吗 那阿姨的儿子和她儿媳妇也太可恶了 哪能不认妈呀 那她现在在哪儿啊 我不知道 不过 不过阿姨说她儿子 一直想向她媳妇承认错误 让她媳妇同意认下这个婆婆 可是老太太不让 为什么呀 她是怕她儿媳妇知道了 怪她儿子撒谎 因为这事儿两口子闹离婚 听你这么一说 那阿姨的儿媳妇到现在还不知道 自己有个婆婆是吗 是她老公瞒着她的 是啊 那阿姨那儿子也太混蛋了 哪有这样的儿子 小旭 如果你是阿姨的儿媳妇 那你会怎么做 我呀 那我就先忍妈 然后就狠狠的一个耳光 扇到那个混蛋儿子的脸上 让她马上给我滚蛋 还是不能说 阿姨啊 来 这杯酒里装着我对您的歉意和谢意 您一定要喝下去 我不会喝酒 我不会喝 大春 来 咱俩一块酒阿姨 来 阿姨喝 我真的不会 我真不会 喝啊 阿姨 您喝完这酒之后啊 我和大春还有大事要告诉您呢 大事 嗯 什么大事 对我和大春来说是件大喜事 可对您来说就是件麻烦事 所以您得喝下这杯酒我才能说 那你就说吧 说了呢 兴许我喝 兴许我不喝 要是你们现在不说呢 那我干脆就不喝 哎呀 阿姨 您怎么这么倔啊 倔起来比我还倔呢 好吧 那我就先说了啊 哎 就是从明天开始啊 我就调到总经理室 就当总经理助理了 一个月工资啊 是三千块钱呢 真的 嗯 大春也升职了 大春 嗯 大春也升职了 是啊 嗯 有一个大公司的老总 看中了大春的航后老师 把他叫到公司去去当司机 一个月的工资也是三千块 三千块 嗯 大春 大春也挣三千块 嗯 是啊 所以我现在也是白领了 可不是 可不是白领嘛 呀阿姨 你行啊 你也知道白领啊 我怎么不知道啊 啊 不就白领人家工钱嘛 啊 那什么 他 他这儿不像你那么能干 他一个月拿三千块 不就白领人家工钱 跟白捡的一样啊 哎呀 娘 哎呀 哎呀 我是太高兴了 所以把阿姨叫成娘了 白领 不 我不是白领工资 我 我现在是白领街层 哎呀 哎 哎 我还没敬您呢 阿姨 哎呀 高兴 我高兴 不吃 再给我倒一杯 好 再给我倒一杯 来 来 那什么 刚才那一杯呀 是为小旭喝的 这一杯 是为大春 为大春高兴喝的 来 干 干 阿姨 我刚才不是说了吗 对我和大春来说 这是件大喜事 可你以后呢 就要操劳了 没事 没事 什么都不用说了 我都明白 你们 白领人家那么多工钱 能不给人家好好 给人家干活吗 家夜班 不休息 出远门 顾不上家 这都是在所难免的 你们呢 放心 有我呢 你们两口子在外的好好干 这家 这家有我呢 有我 阿姨 我先谢谢您了 阿姨啊 阿姨 我和大春商量过了 一个月呢 给您涨两百块钱的工资 然后 这一个月就八百块钱了 您看行吗 不 不提钱 不用提钱 那不行 我们的工资都涨了 您的工资也应该水涨船高啊 是不是啊大春 对啊 阿姨 这个家呢 以后就全都交给您老人家了 是啊 您老人家想吃什么东西 我和大春有时候也想不到 也顾不上 您别怪我们 这些呀 您都记着 那每次花了多少钱呢 您都跟我说一声 到时候我给您老人家补上 给你们骗子 好 来 我去吧 那我来 我去吧 喂 您 行去吧 没事 什么事都没有 给你喝牛奶 你还喝牛奶呢 你怎么就不认识我 就瞪着个影子 张文健呢 张文健 你坑死我这辈子 你能跑龙丁的时候 我也抓不着你的影 我也看不见你 你外边养女人 你知道我养谁吗 我养你妈 养咱们的孩子 好不容易给你妈伺候 上西天相符去 我以为我不用再过着 擦屎擦尿的日子 你倒好 整个人一活尸给我回来了 我伺候你妈我没怨言 我还不如伺候你妈呢 我伺候你妈她好歹 她好歹还跟我瞪瞪眼睛 跟我哼两声 难过了还值得哭 也能笑 你倒好 死猪烂尘的 你是存心折腾我 是不是啊 对得起谁呀你 多少年你管吗 这个家 你问过吗 孩子的事你问过吗 都是我一个人呢 你外边多少年人 我知道吗 我也不管 你好意思回来吗你 梅大姐 梅大姐 给 我给姐夫买的优酸乳 还优酸乳呢 可惜了了 给她喝 小点声 别让姐夫听见 听不见 植物人了 听不见 什么都听不见了 你打他 什么都不知道 你打他 看看 姐 姐 姐 有句话我想对你说 说 我在和平广场看见过她 她和一个女的在一起 和平广场 嗯 家众书 见你 你 九年了 我以为你在一梦山出不来 写剧本你 你王八蛋 你妈走的时候 我眼睛都闭不上你 知不知道我你 你当好 你要这些几本 你都还好了你 就好了你就 大姐 九年十年我都认了 大姐 姐 别难过啊 你就在城边 你都不回来 你说你是人吗你 我那家伺候你妈 就算了 我还伺候你闺女 那你外边养女人 没大姐 小旭啊 告诉姐 那女的什么样 你问这个干什么样 我下回来看她 我就撕她 我就撕她 你这是她里写的什么信啊 你看见没有啊 我看我的肉麻我跟你说 我给你念 什么亲爱的剑 发剑的剑 我不知道 用什么方法来表达我对你的爱 你怎么就不知道呢 你把她弄成这样了 你怎么就不知道过来看看她呢 什么爱啊 爱爱的发狂 爱到永远 梅大姐 梅大姐 你看 梅大姐 快看 干嘛 你吓我一跳 那个姐夫的手指 姐夫手指 怎么了 姐夫的手指动了 姐 你看 动了 这是怎么回事 你看花了眼了 姐夫的手指真的动了一下 就在你读到爱到永远的时候 那我 那我 那我再念一遍 再念念念 是念这信念的吗 再念念 亲爱的剑 我不知道用什么来表达对你的爱 我爱的发狂 爱的痛苦 爱的没有天日 可是 可是我要用我的心血来浇灌她 哪动了 这不该死尸似的吗 小旭 你太幼稚了 你竟哄我 我 我没哄你 是不是 姐夫有知觉了 她听见你读情信 她心里有反应了 那也就是说 她心里面还有那个女的 你再读读 那我读什么呀 读 你不读算了 我读 你看点姐夫的手啊 看她动没动啊 亲爱的剑 我不知道用什么来表达我对你的爱 我爱你 爱得发狂 爱得痛苦 爱得没有天日 可是我还想爱下去 不念了不念了 爱到永远 对面根本就没用 根本就没用 可我真的看见姐夫的手指动了一下 你看花眼了 姐 要不咱问问医生 问问医生 有没有这种现象可能出现过的 发什么答应呀 快去快去 来来来打电话 快来 走 快点快点 来 打电话 好 等会儿我拿电话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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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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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这个 什么号 跟你说 那个脑子病医院 怎么说话 你好好说 我来 您好 请问是东方脑病医院吗 是的 您找哪位 您好 我找一下值班医生 我就是 你是哪里 我 我就是那个 梅秀英 就是那个不是 不是我 是我爱 我爱人 就是前些日子 我把我爱人给拉回来 那个 张文健吧 张文健对 有什么事吗 就是我给他读那个情信 情书 我妹妹就发现他那手 突然动了一下 我就想问问大夫 他这个意思 是不是就快活过来了 这个不太可能吧 这么短的时间里 很难会出现这种奇迹 不是 我明明发现 他的手动了一下 可能是你的错觉 不是错觉 绝对不是 你问好 那可能是他 偶尔的一次条件反射 医生 我想问一下 如果患者 他有知觉的话 那么他听情信的时候 可能有反应 能不能出现这种现象 这个不好说 当然了 你们常给患者 做做按摩 给他听听音乐 是没有坏处的 还有其他事吗 没有了 好 谢谢大夫 好 再见 那大夫说 也是不可能吧 可我怎么明明发现 姐夫的手指动了一下 姐 你除了每天 给姐夫按摩以外 你再反复的 给他读那封情书 说不定什么时候 他又有意识了呢 对了 姐 要不你现在再过去念一念 我帮你看着点 看他的手指动没动 走走走 不许不许不许 什么呀 我一读那封信 我心里就堵的 好几次都不想管他了 看他那样 我这心里又过也不去 好歹是条命不是 对呀 姐 你想啊 如果姐夫能苏醒过来 多好啊 要不然 你们天天都得这么守着他 苏醒过来有什么好啊 苏醒过来又跑到外面去 不知道跟什么样 女人泡在一起 又没有什么事了 这好歹他跟家待着呢 我摸得着看他见了 我也总算是有男人了 姐 事情都已经这样了 你就放宽心吧 别再去想那些 不愉快的事了 不想这些 我有时想这些啊 我死的心都有 我这心里苦啊 闷哪 过去我回家吧 我回家看看电视 可是现在呢 我白天上班 我晚上回家 我夜里头 我成宿成宿的 我得给他按摩 给他洗 姐 你听我说 不说这好吗 小夕你回事把那水递给我 哦 哦 这呢 给你 今儿的那么早就过来了 你还不知道我 我有一点高兴的事 就想第一时间来找你 瞧你笑的 中彩票了 我什么时候买过彩票啊 那什么事 我和大春啊 从下个月开始 工资都涨到三千块钱了 哎呀哎呀 那可是好事啊 这 这么一来 你们俩一下就都成了 白脸阶层了 这人长得好看 他是涨便宜啊 这说的什么话啊 那你的意思是说 我升职是 是靠脸蛋升上去的 反正跟这有关系吧 那你要是丑八怪 能升这么快吗 那关键也要看看 大春是不是也靠着脸道 谁说的 大春吧 是人家力达集团的老总 觉得他忠厚老实 哎 我没跟你说吧 我呀 被提升为总经理助理了 大春呢 被力达集团的老总选区 开小汽车了 所以说这长相啊 还得有五成 给 给 给谁开车呢 王总吧 对啊 我认识他 我不认识他 我见过他 我扫地的时候 我见过他 你小心点啊 那女的可不省油灯 万一他跟大春 闹出点什么事啊 大春不是那样的人 那你得小心点啊 他万一要是 对大春重点心思 你说这事就过好办了吧 关键还是在个人 姐 那刘总 对我还有意思呢 我跟他怎么着了吗 那咱们小旭是谁啊 那不是不一样吗 反正你得防着点 你看我 你姐夫以前当工人的时候 我们俩的日子 也算是过得挺好 这突然就要当什么作家 当什么编剧 这书没看出 写出几本来 这这这剧本 这人倒变成这样了 姐 你说夫妻之间 最重要的不就是相互信任吗 我也不能总看着他 再说看也看不住 你说是吗 姐 对 你说的对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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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王 这条大街你以前经常来 是吧 是 我猜 当你穿上这崭新笔挺的西装 开着这崭新的豪华轿车 行驶在你曾经无数次 徘徊过的大街上的时候 你心里一定有种自豪感 而且你一定会觉得 这个城市突然之间就属于你了 对吗 王剑新 小王 第一次来这种场合吧 怎么不说话呀 别光笑啊 还习惯吗 王总 好 别喝那么急呀 你看你 有那么难喝吗 来 吃点 好香啊 该回来了吧 大车 这里是五十万美元 我想派你马上送给红天集团的王老板 五十万美元 问一个人 对啊 有问题吗 好 好 喂 他已经出发了 跟上 怎么还不回来呀 喂 好 真的吗 嗯 怎么还不回来 大车 你怎么在厨房啊 小薛 为什么不开灯啊 还有 阿姨呢 阿姨啊 吃完了晚饭 出去透风去了 大车 闭上眼睛 闭上眼睛快点 我真正眼睛都看不见 闭上眼睛吗 我让你闭上眼睛 你就闭上眼睛 快点快点快点 告诉你啊 不许偷看 嗯 嗯 在你的正前方 有个凳子 慢慢坐下 不许偷看 我让你睁开眼睛 你再睁 噔嘀噔噔 睁开眼睛 嗯 美吧 我今天呢 想和你在家里 玩一玩浪漫 玩浪漫应该是 蜡烛搭配 牛排和西餐呢 哎呀 中国人表达 浪漫的方式 就应该用中国的方式吗 干嘛非得要吃牛排呀 真扫兴 那你吃不吃啊 哎呦 我真的是没什么胃口 我吃不下 哎 山珍海味把你喂足了 是吗 我做的这拿手菜 你都不爱吃了你啊 我 人哪 真是说变就变 哎 你怎么说我说变就变呢 嗯 宝宝 我想让你好好地抱抱我 嗯 我想让你用 恋爱时候的感觉抱抱我 我假装不知道行吗 好 快点 来啊 你以前是这样抱我的吗 那我是怎么抱的 你连你以前怎么抱我 你都不知道了 啊 就因为我跟你结婚了 跟你生过孩子了是吗 你才对我没有感觉了 对不对 啊 谁会给在鱼沟上的鱼喂食呢 啊 啊 王大川 你 你说我是鱼啊 啊 好你个王大川 你换工作才几天呢 你就变坏了你 都一样 啊 得到就没有新鲜感了 我恨死你了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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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来来来 你 别碰我 你别假新兴的了 我 小旭你别生气了 是我错了好不好 哎呀 小旭是我错了 小旭是我错了 我是跟你闹着玩的 我怎么敢讨厌你呢 我爱你都来不及啊 我老婆又能干又漂亮 你相信我好不好 我错了好不好 哎呀 好老婆 你原谅我吧 好不好 哎呀 是我错了 原谅我吧 哎呀 别说了 真恶心 太假了 小旭 干嘛 你听我说 我是真的爱你 小旭 别哄我了 你爱我干嘛呀 你爱我 我又不美 谁说你不美 你美得很 你说的呀 你说我是臭美得美 哎呀 我是跟你闹着玩的 你是真美 对了 你刚才还说 我是鱼沟上的鱼呢 哎呦 不理你了 气死我了 小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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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亲爱的剑 嗯 亲爱的剑 我不知道用什么 表达我对你的爱 我爱你 爱得发狂 不觉得肉麻吗 爱得痛苦 爱得没有天日 不觉得肉麻呀 亲爱的剑 我看你是发剑的剑 我不知道用什么 表达我对你的 你不知道我告诉你 你到张文健这儿来 把这袋奶给他喂下去 爱得没有天日 我看他也病得不轻 我是一棵没有根的草 我爱你 可是我这一棵没有根的草 没有根 还要用心浇灌 我承认我没学问 可这个词通吗 没有根的草 用心的怎么浇灌呢 那没有根的草 它能活吗 你是我的善 我是你的海 这比喻什么呢 这什么意思呢 你是我老公 我是你老婆 我爱你到永远 他就会说这 就是这两句吧 不他干什么呀 没事 你好 大尊 昨天晚上我听见你跟小旭 叮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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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叮 吵什么呢 没有 我们没吵什么 我可告诉你啊 你要是在外头惹是生非 我吵 娘 我怎么会 我不敢这你知道 娘 你叫什么 娘 强 我说 我说 阿姨她身体虚弱要扶着墙 对 阿姨 你怎么了 岁数大了 腿点有点不利索 阿姨 我不是跟您说过吗 平时如果干活干累了 您就回屋歇着去 也不用天天忙里忙外地打扫 您啊 赶紧回屋歇着去吧 我和大春上班去了 对了 阿姨 孩子的尿布我已经换过了 牛奶在窗台上了 快 哎呀 我的腿哟 来 来 上车 上车吧 阿姨的腿好像真不那么利索了 累的呗 家里里里外外现在全靠她一个人在撑着 我真没想到 阿姨对咱俩这么真心实意 就算是亲妈也不过如此吧 她本来就是 她本来就是横嘛 哎 你现在说话怎么变得大喘气了 哎呀 我 我说话笨嘛 我 我 我说话笨嘛 我 我 我 小旭啊 嗯 既然 既然阿姨她对咱们这么好 那干脆这样吧 咱认她当亲娘好不好 你笑什么 我说你笨你还真笨呢你 人家都认干妈 哪有认亲妈的 不是的 认 认亲娘 这比干娘还亲呢 再说了 阿姨她对我那么好 我常把 把她当成自己的亲娘 所以 你觉得怎么样 咱们认她当亲娘吧 你看吧 我就说你庸俗 怎么是庸俗啊 你要知道她对咱们这么好 如果咱认她当亲娘 她不是对王子更好啊 就算咱不认什么干妈亲妈的 她也会对咱们王子好 这么长时间了 你还不知道阿姨是什么样的人呢